你们第一次拿到这首歌 然后知道我是学长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想 完了 好害怕 我是有点小担心 因为听说学长很严格 动不动就换对角 而且还说过我四肢不协调 我记了好久 忘不掉 没有 还很久之前 看完我跳舞之后 你说你 你认为我应该不存在在A带 我 都想找我学坏 我只想要使坏 世界怎么经历 我们先评一下吧 现在每个人就是 要常常摆开几个 见到老师很开心的样子 什么之类的 他们后期会用来做一些宣传的图用 好的 可以换一下角度 看一下镜头 看一下镜头 你可以做出见到肖战老师的表情 然后看一下镜头吗 好开心 好帅 那你一会见到他真的会摆出这种表情吗 不会 没有 会的 如果是见到毛不一就更开心了 好的 没有 我开个玩笑了 老师我回来了 对 来站在这个背景榜后面 回来了 对 来站在这个背景榜后面 你开始 肖战老师 肖战老师 真的假的 你让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你一起 完了 怎么办 完蛋了 这都是谁说见到毛不一老师更开心的 你就自动站出来吧 你就自动站出来 没 我后面不补了一句吗 我说看到你也挺开心的 没有 你们有练很久吗 这个舞蹈 几天 三天 两天 两天 改完动作了 你们怎么看到肖老师气压这么低啊 没有 没有是因为我刚才 我姐姐是这样子的 如果刚刚我没有说错话 我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我怕 你在想我刚刚是不是表情很臭 我们刚睡醒 我有点懵 我有点懵 我觉得没反应过来 那我们来让小老师给大家好好的拍一下照片好不好 好 一直藏着 偷偷拍 来吧 那你们要站一个什么队形吗 还是说怎么样 你们自己队还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 趁这个机会 到时就没机会到我运动 我只有一个要求 瘦 瘦啊 可以啊 我知道难 但是 那你先来 你先来 来 去 去 我相信怎么让你瘦啊 那我可能要趴在地上 要不 要不我就躺着你就 用紫白脸吧 这样好像比较容易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谁脸也不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来 瑞美 下一个了 嗯 王婷 然后把他不想害羞的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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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就之前 有看节目啊 就很喜欢你 啊 你说说 啊 啊 然后 就是不是 呃 当时放学长的声音吗 然后你是第一个出来的 啊 一开始没有听到你的声 没有听出来你的声音 然后后来你说自己是热苏打 像我们这种资深 我们这种资深 资深 资深粉丝就一下子就知道了 哇 然后在当时 有一点点犹豫 就不知道是不是你 也就不敢选 然后 就错过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就不选了 我想等到最后一个礼物 看是哪个学长 我就去哪个学长的队伍了 然后 最后还是你的话办 缘分啊 这就是 爱 爱 啊 啊 啊 好快 好快 对我来说是很难 因为我只练了两个月的舞蹈 然后我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所以压力越有一点大 太复杂的 抬头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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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复杂的 又抢抬了 又抢抬了 是 唱跳 唱跳在一个团队是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要消化自己的部分 还要消化跟别人配合的部分 不适合你 我都 怎么那么圆 卡 卡 卡 走 一 二 三 我就是这首女孩 我就是这首女孩 怎么怎么摆我 你们是不是累了 现在整首歌都听起来 完全弱到高 因为时间真的太紧张 在紧张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歌要比其他 其中的一些歌会难 难一些 舞蹈也难 歌曲也稍微难一些 但是时间给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练 来 顺着动作 好 你们两个有人是这样子的 有人是这样子的 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 你就这样做 拍出来 对 对 拍出来 美琪是我 三次公演 最最最最负责任的队长 他跟平时的人完全不一样 其实对我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都在很用劲地跳 那我肯定也要很用劲地跳 每一次都是排练完了以后不休息 继续继续继续接任 就是我来一天一最拼命的一次训练 安州老金也说 他好像这段时间看没有见过我睡觉过 任宇在我印象里面 他一直都是一个创作的小女生 但是这次突然就来一个摇滚 其实我当时有在担心说他能不能保持住 但是练完之后发现他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还挺惊讶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从头到尾都展现出我可爱 弱弱 小小 瘦瘦 我就想要强势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 我虽然我可能做的每一个都有会比我做得好的 但是起码我能告诉大家我什么都能做 不要 不要不理我 我什么都可以 就是那种 就是能想到我 我就是小终的女孩 小终的女孩 好 好多了 谢谢 谢谢老师 对不起 我会再 我们再排一下 好 肖战学长有一个品质让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的去对待这次舞台 可能我们配合时间没有那么长 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赢过了全场 而且高颜值 Cent I'm gonna try to get you Girl, she got you Yeah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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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这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 我就是这种女孩 我都看着最强 我相当的人交叉 我就是牵着迷孩 喜欢逆风的方向 当你更是很悲伤 飞过舍舍着海洋 也不照样的悲伤 有大多数不一样 叫你迅速的语望 我就是这种女孩 现在我要问一下场上的导师们 你们学生时代 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以前中学时候 我是住宿 然后我就非常的爱吃 那个时候也在发育阶段 就想要吃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有半夜 有悄悄地溜出学校 去吃东西 然后再回来 然后一回来发现 我们整个寝室里面的 所有的男生都出去了 唯独有一个男生 很乖地在那里等待我们回来 那个男生 那个时候可能 中学二年级体重两百二十斤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翻墙出去 所以到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 回来的那一碗炒面 没有帮他带 小猪哥 你有什么年幼时的 想要分享的吗 就是还能记得起来吗 我初中的时候 就可能像刚刚胡彦斌老师说的 只留在班上没有来 跟你们去吃班牆的那位 两百多公斤的那个人 我以前初中就差不多就这么重 所以才会叫小猪 后来我是初三的时候瘦了 开始收情书 然后学校办了一个校草选拔比赛 我得了冠军 好帅 你才是真正的逆风翻盘 向阳而生 现在我要公布这一组的点赞王 这一场的点赞王会是谁呢 梦美琪 孟美琪 孟美琪 刘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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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孟美琪获得了三百三十个赞 成为本组的点赞王 请你发表你的感言 她们这组上一次有五个点赞 只能说是感谢吧 然后永远都是那一句话 然后我还是行动证明 你们懂得的 爱你们 好 感谢肖战和梦美奇组的精彩表演 大家可以下台休息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有点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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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了 重点是刚才突然 小达学校摸了一下我的脑袋 她刚刚在下面说 那你跟我互动 你看人家 我一天都跟人家牵手 我说好 那以后我给你加 所以我就刚进摸她的头 好 谢谢